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嗨 嗨 欸 这样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欸 有吗 有吗 我有声音吗 有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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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 呃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我们CostCover 2015的第二天啊 那我知道现在 另外几间会议室的联播 是看不到我的简报的 但没关系 因为今天 今天开场其实只是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一些状况 那所以听我 听我用说的应该就OK了 我这样真的有声音吗 我听不太到 其实 OK 那 呃 我们今天 有Unconference 就是昨天 呃 大家有去投过票的Unconference 我们有非常多精彩的议程 那大家都可以上议程表 就是网站上议程表去看 那今天的Unconference 全部都在活动中心二楼的平面演讲厅 活动中心二楼的平面演讲厅 有今天的Unconference 然后再来是今天 呃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有闪电秀就是Lightning Talk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CostCup的朋友呢 那小弟个人诚心推荐 一定要参加Lightning Talk 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精彩又有趣 好 那Lightning Talk呢 是在今天中午的十二点 十二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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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两个场地都有开放五个名额的报名 那Lightning Talk根据管理我们就先抢先赢 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名Lightning Talk的话 记得在十二点之前要赶快到报名的地点去排队 然后Lightning Talk的时间是在下午四点 那值得注意的事情呢 是下午四点的时候 只有在人文馆有Lightning Talk 活动中心那边我们会开始撤收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听Lightning Talk的话呢 记得要来人文馆 那人文馆的三间会议室 我们都有联播 这是一个精彩又有趣的小弟诚心推荐 那Workshop呢如果在人数许可的状况下 我们有开放现场报名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活动中心碰碰运气 所有议程相关的变动不免俗的 我们还是会即时更新在我们的议程表上面 网站上议程表上面 那大地游戏呢 昨天已经有很多人跑去玩 然后跑去完成整个活动了 如果今天想要玩大地游戏 想要参加活动呢 也别忘记了 那IRC聊天室一样 跟昨天都一样 对就是Costcap这个频道在Freenode上面 如果你有摄影的话呢 请记得加上Costcap2015的hashtag 那也尊重他人不要被拍摄的自由 如果你是有捐香油钱的赞助者呢 香油钱的收据 早上会在活动中心服务台领取 下午的话会在人文馆的服务台领取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还有昨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一个非常酷的东西叫做开源社群目录 它是一个小小本 然后我觉得非常酷的东西 它里面介绍了台湾很多很多的开源社群 所以如果你想要索取 我们印出来的纸本开源目录的话呢 在人文馆跟活动中心两边的服务台都可以索取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看线上的版本呢 我们在线上就有一份hackpad 那你可以随时上去新增 关于你自己的社群相关的资讯 那关于场地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画面 那其实没看到也没关系 因为呢 活动中心那边有一个非常棒的休息室 我觉得超棒超空框 而且在那边吃饭超爽的 可是昨天呢都没有什么人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一个超爽的地方吃饭 你可以去活动中心吃饭 我们有两个场地 还是要强调一下人文馆跟活动中心 我们有两个场地 如果中午吃便当的时候 人文馆的便当发完了 就会到活动中心领取 如果活动中心的便当发完的话 就请你要到人文馆领取 那会议室的 所有会议室都禁止饮食 并且请你在进出会议室的时候 一定要配戴识别证 很重要的一点是 请大家不要用物品 任何的物品站位 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 其他人使用座位的权利 麻烦大家请不要用物品站位 如果你一定要用物品站位的话呢 我们会当作 你可能是不小心把东西 遗忘在那边的 我们会把它当作失误 放到服务台去 那还有其他没有讲到的东西呢 请大家要配合工作人员的指示 那议程刊物呢今天有一点 就是今天下午2点10分的 在R0如何快速建议资料库夫的私有余 那讲者改为杜修文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可以enjoy今天的议程 那接下来我们 请大家请不吝点赞